验之马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 为百姓打土匪 你们就是我们的同志 要不我们联手 加入我们吧 我们一起战斗 你小子别蒙人了 小胡说八道 大姐 把他关到牢里去 不行 不能鲁莽 解放军恐怕得罪不起 行了 让我想一想 来人 在 把他看在后院 是 是 听着 不管到任何时候 不要拿自己做筹码 你真的这么在乎我吗 大姐 无论你怎么决定 我们都不会让你为了 燕之寨去送死的 是啊 大姐 我们怕过谁 谁又可怜过我们 我们一起冲出去 大不了一起死吗 那我更不能让你们去送死 可是你有没有问过我们 问过燕之寨上下 我们自从上了你的山 哪个怕过死 可是我怕 我带你们上山 是为了让你们活下来 而且活得更好 与其这样窝窝囊囊活着 那还不如死了算吗 莫莉 大姐 我们相信你 但是就算死 我们也要在燕之寨 绝不去投难官军 木兰 你还记得 为什么我们要拉起队伍 来到燕之寨吗 让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都不再受欺负 后来 我们的人越聚越多 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无拘无束 也许这才是他们想要的 可是我们把他们带上山 不光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 还要教他们习武 识字 让他们有心胸 有见识 所以我们更在乎的是他们的感受 大姐 咱们的姐妹们 大多受过官府官军的压迫和欺凌 不是吗 他们不了解解放军 他们珍惜这自由的日子 如果真的有一天 大姐 你在解放军的统治下 你的话还管用吗 可是事到如今 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我说不好 可至少我们应该在解放军和国民党中间 再斟酌斟酌 再看一看 国民党 你别忘了 我当初是马天和部上尉参谋 就是你叔叔那里啊 丫头 你是真的喜欢黄一飞吗 我看出来了 可是你得考虑几百位姐妹的命运前途 如果你听从了黄一飞 姐妹们必定被招安 她们到了队伍里 还能自由自在吗 大姐 反正我听你的 上次那位学生家长 对你真热情 看来咱俩的关系 连学生家长都赞许呢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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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小倩 团长 我 我今天刚会起 还不熟练 再见 小心点啊 我自己回去吧 好吧 再见 再见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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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 你没事吧 没事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还是不会骑 对了 被我撞的那个人呢 先生 这两个咕噜的还真难掌握 太难骑了 谢谢你啊 团长 我走了 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啊 是刚才那个人的 赶紧回去 注意安全 是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不走 你 二位 慢走啊 靠靠回来了 你好 长官你好 请问您要住店吗 刚才进来那个 穿风衣的小伙子 住哪个房间 他在楼上 二零六 在二零六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都不客气 我也不客气 我会给你 我 快快快 哎呦这是咋了吗 团长 哎呦快来帮忙 来了快呀 哎呦咋了吧 莫几胎 来来来 是这儿 雪鸥 你实在不能坚持的话 还是我来吧 没事 我一定会救郑阳哥的 我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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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得不错 还要注意观察 怎么还不出来 人家都快急死了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你别晃来晃去 都给我晃晕了 没出来说明还有希望 你说这件事情 要不要跟金老师说一下 不能说 我觉得是这样 团长怎么样 正在手术 好 这寨子还能保得住吗 你们难道要在这大漠森林里 过一辈子吗 你和你的姐妹们 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放心吧 以后我们的部队 就是你们的家 家 你来到这儿 就是为了收编我们是吗 没有别的话要说 别的话你想听什么 记得你说过 我长得很像你一位故人 我们拿理想 说给我听听 你们的眼睛很像 长得像又像又不像 那你一样 那你能告诉我 还有哪些异样和不一样 你比她沉稳坚强 你比她沉稳坚强 她比你小 可她比你更天真 快乐 快乐 快乐我都已经忘了 自己是否也曾有过 当然 你是烟枝寨的大当家 一定会操心很多事 我向往快乐 你说的那位小姑娘 真的会很快乐 她经历了生死 被爱着所以快乐 你认识她 我不认识你 你们都一样 曾经都救过我的命 曾经都救过我的命 是吗 那你会永远记得吗 当然 我皇一妃 有恩必报 有债必还 要收编我们 就是为了报恩吗 你们燕之下的姐妹 对我们都有恩 那我呢 我有什么不同 你是我的生死同志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 那天在监狱里面 身上绑着炸弹 你告诉我 你愿意和我一起死 就换来你一生同志 我愿意死 又换来你一生同志 又换来你一生同志 我也会舍命陪你 我也会舍命陪你 看来 只有死 我们才可能在一起 你这不是诅咒我吗 我们革命队伍不信这个 是吗 那么你们革命队伍 在打仗之前 会杀鸡宰羊 祭拜天地吗 当然不会 那你们革命队伍 也不会败靶子 插香磕头吧 那是封建迷信 那你们革命队伍 也不会杀富济贫 跨以恩仇 我们有宗旨有原则 你问这些到底 是什么意思 黄嫣妃 我的燕之寨 是苦难姐妹们的避难寨 是娘家 在这儿 他们像男人一样 平等自由 无拘无束地 过着清贫的日子 他们从来都惧怕官府 纵武那些官军 现在我强行命令他们 加入你们解放军 他们会像茉莉一样 一时转过弯来 抗拒你们的管束 要迈出这一步 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我做了 薛红狼的压斩夫人 姐妹们倒会乐得 继续过他们的 逍遥日子 我们是 劳苦大众的军队 他们受的苦难太深 对你们需要慢慢了解 做了压斩夫人 姐妹们会觉得实惠安宁 黄嫣妃 一切都来不及了 薛红狼她不会等你 等你等到 燕之寨的每个姐妹 都被你说服 她不会等你把燕之寨里 所有的姐妹都变成解放军 一切 都来不及了 薛红狼又放催命炮了 没有时间了 等姐妹们相信你的时候 燕之寨将变成血寨 我娶你 你再终一遍 我娶你 我是民革命军人 我娶你 咱就是一家人 解放军人 解放军说话算数 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 你是为了我吗 是 也是为了全体姐妹 和马甲铺 在这西北大山里 为什么会有这些鲜花香草 为什么会江南的亭桥西水 这很重要吗 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最在乎的那位故人 她从小在江南长大 她是马甲铺一带 唯一的江南女子 这 我出去看看 黄亦妃 危急时刻我们成了一家人 请你记住刚才你说过的话 设法让百合去将老周 麻木带 三天期限一到 胭脂要的东西我都备齐了 我的新娘子 准备得怎么样了 您稍等片刻呀 我们家大小姐正在梳妆打扮 待会儿一定会亲自开门迎接 好好好 那 哥哥我再等一会儿 你告诉胭脂啊 不要太刻意打扮了 哥哥我不嫌弃 不嫌弃啊 嘿嘿嘿 来 兰哥 来来来来 喝 好吃 好吃 来 兰哥 好酒好肉啊 是张司令来了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听说你这有喜事啊 看来张司令是来喝我的喜酒的 我是来通风报信的 你这喜酒我恐怕是喝不上了 张司令 你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那个黄一飞 现在就在这个寨子里 怪不得推三做四的 而且 他是代表共产党去劝降的 兰哥 我去加强封锁 快去 一定不能放过这小子 这黄一飞 按理说 以今天的好日子 我不应该来扫你的兴 可是想想那次戈壁客栈的事 黄一飞再抢你的风头吧 狼兄 张司令 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 还是来喝我的喜酒的 你准备的贺礼呢 贺礼我还真就准备了 但我就是不知道 你这喜事到底能不能办得成 不可能办不成 我用不着你操心 我能不操心吗 满天星没了 我的左膀右臂 少了一个 我未来反共复国的大业 我只能指望你了 满天星 这狂妄自大 怪不得别人 也是你给惯的 如果我是解放军 我也会采取 各个击破的方式 先吃掉一个弱的 再围攻一个强的 郎兄 千万别高兴得太早 没准下一个就是你 那好 那我们就打个赌 看看这共产党 是先对付你 还是先对付我 千万别抱这种侥幸心理 真的啊 郎兄 淳王痴涵哪 我们现在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跟他们对抗 你难道不明白吗 照你这么说 你已经成竹在凶 有所行动了 你也要尽早行动 他们已经向秀林派兵去救援了 不过郎兄放心 我这次带人来 就是要起到震慑的作用 让他们不敢动大部队 张司令尽管放心 我这次也带了很多的人马 这烟枝寨和烟枝马 我是势在必得 不过 这解放军那边的事情 那我就不管了 这事儿 就有劳张司令你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好 薛红狼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让你找一个打得准一点的吗 他们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知道 黄义飞就在你们寨子里 刚才这一怕只是警告 你回去告诉烟枝马 让她把黄义飞给我交出来 否则的话 下一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对 下一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薛红狼已经知道 黄义飞在咱们寨子里了 她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重要的是 给百合送信的姐妹 你也没冲出去 薛红狼已经拉开炮红山寨的架势了 现在你们跟我去炸毁薛红狼的大炮 趁乱再让人潜出去找百合 怎么样 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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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负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跟胭脂马干掉炮手 引爆重武器 完成之后 咱们在后山集合 你们去把他们引开 大家小心 走 走 走 有情况 你们俩在这儿看着 你们几个跟我走 是 看到呗 我们先绕过去把那两个炮手干掉 好 好 报告 快走 出来 走 哪儿来的爆炸手 是 蓝哥 好像是南边 南边 我认为是声东击西 看来是援军没有到 他们准备突围了 那是 好 我认为是声东击西 他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是声东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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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郎哥 张司令 我怎么感觉不对 狼哥 狼哥 怎么了 不好了 我们南面的炮 全给毁了 闹了半天 是冲着大炮来的 张司令 你得赶紧支援哪 什么 兄弟们 跟我走 走 跟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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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子 肯定没前两次那么顺了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必须得强攻 他们一共十个人 我们四个人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是没问题 好 中 走 快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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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这个 大秦便炸了你嫂子 好 大哥 是 快 回山寨 狼哥 黄一飞这个狗东西全给咱们炸毁了 黄一飞 黄一飞 你太狠毒了 你把老子的家底都炸光了 啊 黄一飞这个狗东西 站住 不动静 五哥 五哥 怎么了 炎之产有难了 你跟我来 到医院找周团长 都把眼睛给我挣大点儿 还在犹豫不决吗 秀林的解放军已经被我们拖住了 现在是进攻的大好时机 你 你还在梦想着做新郎吗 炎之马已经被共产党赤花了 还有黄一飞搅局 她能嫁给你吗 成大事者不能为情所困 千万不要当断不断反糟其乱 炎之马 炎之马 我无情无义 我今天就灭了你 弟兄们 给我进攻山寨 是 开炮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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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红狼已经开始进攻了 好 咱们跟他们御石俱焚 好 等等 什么声音 人俊来了 好 咱带这姐妹们杀出去 走 兄弟们 给我冲进山寨 每人一个女人 冲啊 小姐 大姐 小姐 大姐 二 最近 叫个小妹 小姐 小姐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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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哪儿来的地方进 是 是 狼爷 赶紧撤吧 他们的园境到了 再不撤就废话 给我打 狼爷 你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保护狼爷 走 放开我 看着 没事吧 没事 追 别追 老周 老周 你怎么受伤了 没事 都是小伤 回去再说 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你的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过去有莽撞之处 还请周团长既往不救 放心 我们理解你和你的姐妹们 黄一飞 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什么事 你 我可是当着燕之寨几百号人面前答应的 你要是敢反悔 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泡菜 什么情况 我为了解救燕之寨 我答应他了 我要娶他 笑什么笑 张四亮 张四亮 你怎么坑兄弟我呀 你不是说解放军他来不了吗 我现在把所有的家当全都搭进去了 你得跟我个说法吧 别着急 我也没想到周正阳的命这么大 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没死 还能跑过去支援 是我大意了 狼兄 你放心 你的损失我会补偿你的 补偿 好 好 我怎么感觉你不慌不忙的呀 现在这燕之马 都已经投靠解放军了 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还不是你逼婚失败吗 我逼婚 那我逼婚不是为了咱们好吗 坐实了燕之马 跟咱们绑在一块啊 你不想想 那满天星那个老家伙 已经被解放军给抓了 他的手下死的死散的散 要是再不赶紧抓住燕之马的话 咱们就更加地势单力孤了 区区一个燕之马 还不至于影响我张某人的大忌 咱们现在是黄鼠狼托鸡 是越托越稀啊 以前咱们是四家 现在就剩你我两家了 怎么跟解放军去斗 我看这仗啊 是打不了了 谁说是两家 是三家 那燕之马都 你不要着急 我说张司令 你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 没有 有 不是 我以前觉得 他跟福盟是比较像 但是后来想来想去 我肯定不能娶他 记得咱们的婚约 快放满天惊压力现场 我早就预料到你会有这一招